準備 一起步時大家都齊 前面快的,看到中間龍船快 在大外檔都很著意要放置這個有心有力 中間位置還見到電信新星黃衣服輿 內蘭橙衣就是這隻型家飛驅 後面第六位黃眼罩猛禁騎就是這個雷射槍 在中檔位置還見到這個深秒性 內蘭電信戰區外面實在好 後一搭的馬先有大東海移情養性四季風 電後一對就是這個塑料徑 在後多少現在處於包尾的位置就是那隻斗心 接近這個一千米的段柱 前面有心有力就放了出來 跟著第二位就是這個電信新星 後面第三個馬匹 在外檔位置還見到這隻複羽 中間橙衣型家飛驅 再內蘭黃眼罩就是雷射槍 吊著第六位有龍船快 在後面外檔深秒性內蘭電信戰區 外面移情養性 在中間實在好橙衣 尾四來蘭大東海 後面有塑料徑 外面四季風 包尾那隻還是斗心 轉彎差不多入正直路 前面有心有力 電信新星 兩位馬匹來放 在外面複羽開始蓋上來 外面的馬匹來蓋上來 有深秒性 最出就是移情養性 迎駕飛驅的中檔 新一條離出來騎來一般 中間穩位還有這隻雷射槍 再在埋便位置 這隻龍船快都沒有位置 繞到最後200 前面電信新星佔先 但是深秒性幾個戰步 套上來 兩個馬匹中間穿上來 黃眼罩就是這隻雷射槍 大岸多實在好 亦如飛實上 最後一百米 這隻雷射槍已經脫泳而出 很有機會爆冷 第二名要拍照 有這隻是深秒性 和實在好 內蘭電信新星跑第四 龍船快的都沒有位置 第五 結果這隻是雷射槍轉馬房 幾十磅 即贏第二名 深秒性實在好拍照 又來了 楊明倫 你以為打這些組合 雷射槍一轉過去 不見了八十幾磅 一不肥就贏了 十六倍 第二名就比較近 好近 好近 好似實在好 是追得好 當然深秒性都夠牙的 都幾牙齒 第四就是電信新星 好似應該過了 對 我看見是勢就過了 對 過終點一步一定是過了 實在好 對 嘩 如果 這個組合近期真是 那些冷門都很聰明 哦 那他已經立了一輪了 我記得新年的時候 就訪問熟龍的騎鏈 其中一對的騎鏈就是 李爾達到楊明倫 熟龍 你 犯太歲 那OK 打破了滿局 一對司徒 你相信這些東西嗎 阿傑 阿傑相信的 但有沒有人告訴你 不是每隻隻龍都不犯太歲 是啊 是啊 不是所有龍 看看怎麼跑 今天就有個一檔給他 轉倉 看看是不是內蘭是好處 因為頭二馬也是 一個一檔一個二檔 是的 在裡面 對 開便 看到他實在好 他排在八檔 一定是縮的了 移程養勝呢 十二檔 馬線不得見到 嘩 後面 你看到馬 踢起來 那些泥頭都算是幾鬆的 鬆啊 好鬆 真的追得好 就算你說深秒勝 都好 都在對面直路尾 已經移出去 踩上泥 電訊新星呢 就跑過第四 他就擺第二位的 福宇 在外面 福宇 兩隻外碟 福宇 和移程養勝 都是 轉彎前都進不了 這裡看不到什麼的 第一場 因為五班賽事 又不是一組很強的 水準的賽事 這些馬的走位 就只能夠少少參考 那隻刑家飛驅 你一帶不到頭 主宰不到 又麻煩了 都已經預算了 好了 到直路 看看有沒有些 塞車鏡頭 塞車就是等於 在跑道 會不會容易塞 龍船快 那裡有多少 上不到 但是那隻刑家飛驅 一滴都沒有 如果不是 那隻 雷射槍都不在那位 可以走出來 實在可以打上來 深秒城佔了仙姬 今天真是柏桂蓮 好有風格 博書者 這個第三 都好勤 福寶完畢了 派載正式作租了 跑第一名 八號的雷射槍 獨排166元 位置排56元 跑第二名 十四號深秒城 位置排73.5元 然後